你知不知道那個兇徒是個什麼人 他犯案的時候在想什麼? 在沒有接觸兇徒的情況下 單憑受害者的資料 很難沒答案你 那你有試過接觸那些會高空襲脈 又或者是類似個案的客戶 我想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 有就有 但是每個人的成長和背景都不同 高空襲脈的心態和動機都不一樣 就是說連你也幫不到 袁Sir,犯案地點的選擇 都會反映兇徒的心態 不如這樣吧 你帶我回案發現場去看看 這裡就是第一名受害者 被水燈拋棄的地方 兇徒就是在這裡用油漆罐的蓋 扔傷第二名傷者 這裡是最後一名受害者 也是死者遇害的地方 當時我跟Moon多在場 我即時已經追上天台 學會天台所存在 第一次是扔水袋 第二次是油漆罐的蓋 第三次是扔死人的磚頭 你覺得三宗案件都是同一個人做的 三宗案件的發生時間很接近 而受害人也是附近街坊 我覺得兇徒似乎很熟悉 被受害人的作息習慣 兒子,怎麼這麼巧? 今天我都會向這頭見效 我在做事 在調查高空襲脈那宗案件 這區我熟悉,要不需要爸爸幫你? 你是否是夥伴? 我這麼差勁口? 我不是Win Sir的夥伴 我是心理學家 心理學家? 你來幫我兒子嗎? 他是不是有什麼不妥? 你也不妥 也想他來幫我查案 大師兄,心理學家都查案 你是不是知道 那些犯人在心裡想什麼? 你別妨礙我們,好嗎? 也不妨礙 是我叫Win Sir帶我來看看 多祖,你覺得這個案子 已經不是同一個人做的? 一般罪犯犯案 也有一個舒適區 就是選了一個他熟悉 又覺得安全的地方下手 剛才我們從頭珠站走過來 大概十幾分鐘左右 如果是同一個人做的 這個舒適區未免太大 從這裡到頭珠站 最多就是三分鐘 上案發天台五分鐘就可以了 上天台五分鐘? 剛才我們才從那邊走過來 你們不懂得走捷徑 當然要十分鐘 我也不知道走捷徑很快 但是那裡有個後門的閘鎖 怎麼走呢? 那你又知道閘鎖 每天押走三至六點才開 方便些人倒垃圾 現在四點鐘,鬆一點 不信的,我帶你們走一趟 我有一個客人開清熱公司 我試過跟他走過這條路 不是他告訴我 不知道嗎?我都不知道閘鎖這個小時 會開 穿過這條路,走上就是了 差一點才夠五分鐘 爸爸沒說錯了 謝謝 如果不是做清潔 就一定是那些對附近環 挺好熟悉的人 才知道剛才那條捷徑 好像做速遞、裝寬頻 還有上門弄水電的人都會知道 程叔,幸好有你 不然我們都不知道 最重要是幫到你們 畢竟我以前幫了這麼多人 警察,經驗豐富的 難怪只有Win Sir那麼好 警察是世家 不用說,當年那幾宗大事 謝謝 哥 妹 文哥 妹,我也不知道你們來了 你怎麼會去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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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怕阿興姐會告訴媽媽 你一會兒回到家 找到本護照就很快離開 媽媽打牌雖然沒那麼早回來 但萬一她早回來 那就麻煩了 行了,謝謝哥 還有 這裡還有些錢 外外有錢旁身要緊要 謝謝哥 我一定買一份正的手信給你 你怎麼了 你怎麼會去打牌 媽媽,你怎麼會去打牌 幸好我心裡的內場回來看看 原來是你偷偷地給錢的臭丫頭 你還回來偷東西? 你發什麼瘋子? 難怪你回來問你大哥要錢 原來我自己也不行 還可以戴上肚子,你知不知道臭 你胡說什麼 我什麼胡說 你自己壞就好了 你還要逼多一個出來 我一輩子都不知道做錯什麼 會殺我這個臭丫頭 那些東西我幫朋友買的 和你的朋友不是一口一口 你自己在外面 適合適合五、三、四的樣子就好了 你遲早就被人弄大肚子 你沒事吧?這樣說自己的女兒 你弄一閉嘴,閉嘴,你閉嘴 他小時候被人用甜筒壓上天台 幸好我和你爸爸回來早前拘捕他 早知道他這麼想跟他走 當天就不會拘捕你 是呀,我都來於小時候跟他走 比對著她的瘋婆更好 你跟我走,以後不要回來見我 走呀 媽呀…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你不要黏著他,是他害死你爸爸 爸爸坐車死的,又不要嚇死你 你一死就別打了 神經病,你殺死你 打死你 不要…不要打,媽呀… 神經病,不要 不要壞槍,你殺死你 神經病,媽呀… 神經病,我不怕 別打了,別打了 別打了,別打了 別打了,別打了,別打了 別打了,別打了 別打了,別打了,別打了 你別打了,你別打了 媽呀…老媽呀… 媽呀,醫生也叫你不要再生氣 如果你血壓再高,很危險的 你也看到了 那臭丫頭帶了碧仔回來打我 她想氣死我,她就開心了 妹妹哪有打你呢?誤會你 什麼誤會呢? 你給我記住,以後別管她 任由她在外面自生自滅 我就當生死了一個 行了…我扶你回去家裡休息一下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你回去麵店吧 怎麼行?麵店有兄姐在這裡就行了 是兄姐是外人嘛 自己的店當然是自己看著 你回去麵店吧,我自己回去吧 你小心點 快點回去 榮哥,我心裡有點不舒服 出來吧 我要回店 那晚點了? 晚點,我也要準備明天開店的東西 明天是星日日 明天也要開店的? 天做夜做,你不悶嗎? 我去店找你 不要,我晚點就打給你了 阿童日,我在這裡晾衣服 你又不幫忙 整晚就是坐在這裡看著電話 那你在等電話嗎? 雲哥說晚點打給我的 還沒打 不是這樣晾衣服,反轉了 好,他不打給我,我可以打給他 很晚了,你不要騷擾人 話說回來,你都失戀了這麼多天 怎麼還是這樣? 之前和文文哥出去之後 會好一點點 但是今天之後 又開始吵著吵著,很不舒服 你今天有什麼事? 我今天只聽了一個電話 是3D Video 叫我星期一就上班 難道就是因為這個電話?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黃志文,Mandy 我是六號六號明 立即訂閱 歡樂APM YouTube頻道 這個頻道就可以收睇 精選的TVB劇集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新出了一條 專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頻道 TVBJ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記得訂閱 訂閱